我们上次说到 外珠在天竺山下黑城 见到金玉和毛霞 自己的父母和妹妹 一起入了寺烧香 他叫了一句 爹爹 娘 妹妹 救我 谁知原来他们根本没有留意 就这样走进去了 外珠一想 好伤心 想起自己以前做过的错事 真是后悔都没用 心想 那个算命先生 说我难过三九 今年正好是三九之年 难过三九 怕是真的 我还有什么面目见他们 不如自尋短见 等他们出来见到 或者会找一副棺材 蒙着我 免得我 抛尸露骨 这个 就是我的结果了 外珠想到这里 就向着金刚座上 撞了几撞 十时间血流满地 死于金刚脚下 再说回金玉他们 到了寺庙 上原乡 就到后山玩了 只见铁嘴盗人 认了上来 只有燕音夫妇和金玉未曾见过 其他都是见过的 因为铁嘴改了道章 所以大家一时都认不出来 丑而说起 大家这样才知道 于是就齐齐来相见了 云情急忙问 请问仙尸 现在在哪里呢 铁嘴就指了指 上面那尊老军法杖 这个不是仙尸 金玉和余德上前一体 果然是沙滩上 赠衣赠药的那个仙人 一点都没错 金玉就说 原来仙尸 就是太上老军 说完 大家齐齐下拜 拜 拜完了 就问铁嘴说 当时仙尸曾经说过 说十五年之后天足相见 说到时再叫铁嘴道人指引行踪 今天果然见到仙尸 又适遇老师在此 请问弟子等人的将来结果如何呢 铁嘴就说 公爷等人前程远大 一路平安 无需贫道多言 既然问到了 那便将公爷等人的来历略告之一意 各位留心听着 以免日后反本归缘 忘记了来时路 金玉就说 正要请教 请讲 铁嘴就说 公爷是仙尸坐前的首登仙使 夫人是添油的仙女 人为恶起了凡情 被老鼠精偷吃了灯油 罚光下界一宙夜 以料缩缘 伏归先界的话 计起来还有七十几年 到时 频道再来接引 切忌 切忌 金玉就说 听老师这么说 只是一宙夜 如今已经二十七年了 为什么还有七十几年了呢? 铁嘴就说 仙界一宙夜 人间二百年了 金玉就说 哦 原来是这样 只不过那只老鼠精偷吃了灯油 难道就这么算了? 铁嘴就说 有什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现在那只老鼠精 在人间受了很多苦楚 如今已经死在金刚脚下了 一会儿你们就会见到 仙师还有两个连丹弟子 两个守丹童子 也因为冻了凡心 发降人间 配为夫妇 辅助公爷同归先界 但是 这个乃是铁将军和石将军两位 金玉又问起自己父母将来如何? 铁嘴就说 秀朝廷极品名封 还有四十多年同鞋到老 丑儿又问起自己父母和外父外母 铁嘴就说 铁嘴就说 尊庸令我十五年前已经说过了 寿远都有八十上下 只不过你外母少些 但是也过苦气之年了 公爷和将军两位 福明要紧 夫人等 还有故人在外面等着他们相送 你们快速速起程 频道不敢再留你们了 金玉就问了 老师既然是先师的徒弟 为什么也降落凡间? 铁嘴就说 我乃是先师的执法弟子 已经龟裂先班五年了 如今在先师的左边 首执法尘的那个就是了 众人细细向上一望 果然见到有个执法弟子 个样跟铁嘴一模一样的 回头一看 发现铁嘴已经不知去向了 问和尚 那才知道铁嘴已经于五年前 在天竺圆直了 众人大气一惊 重新下拜 拜完起身 来到山门 见到金光 忽然想起了铁嘴所说的那些 大家一看金光脚下 忽然见到有个女人 躺在那裡 只见这个女人满头鲜血 于是 就叫当地的人来问 当地的人说 这是一个名记 叫做外珠 才貌相传 而且嫖了很多人 生了一身恶仓 被老举赶了出来 靠着那群乞衣 天天在那里吃吃 不知道刚才为什么 突然撞死在这里 无下一听 就对二小姐说 难道是大小姐 二小姐就说 真是怕有点迟 我刚才听见有人叫 但是妹妹救我 我当时还不知为什么 无下就说 是啊是啊 怪不得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她爬上来 一手扯着我 我还以为是黑衣在那里求黑 就没理她 谁知道 刚才先师 又说山门外 有故人等我们相送 那样 一定是大小姐无意 于是就叫丫鬟上前仔细认下 大家都说 果然是大小姐 无下和二小姐听了 马上品质父母和丈夫 商量买副棺材 拿出衣服首饰和爱珠换相 亲眼看着她入脸 然后托到夜外 找到个地方埋了 这样才开船起程 甘玉又吩咐地方官 把那个老举重重处罚 地方衙差知道 那个老举在外珠身上 赚了大钱 立即把他捉来 重重打了二十大板 然后收奸 那个老举只好买上买下 把赚来的金银 全部用完 这样才释放回家 这个是后话 更可怜的是 爱珠入脸的时候 被人见到她的衣服首饰 那么值钱 趁金玉他们开船起程 之后 晚上重新打开棺材 摸过清光 连棺材盖都没盖好 就乱地埋葬了 唉 这个也是黑薄之人 遇到的黑薄之暴 再说金玉和丑仪等人 入京复命了 皇上不知多高兴 马上赤座赤茶 赤鱼酒三杯 在江六节摆宴 命太子作陪 摆宴完畢 金玉又将金首度 李总兵 为国为民的一片苦心 详细品之 皇上发典报矣 奉金玉为平定王 妻子石氏为平定侯 明封三代子孙世杂 立正命令人在蘇州 起造皇府 命令金玉一年巡视 川散等地 一年巡视捷敏等地 封石丑仪为静海侯 妻子林氏为静海夫人 封铁顺光杀兽镇西侯 封金氏为镇西夫人 两家三代驱风镇侯雀 约子孙世杂 而金城斋 姓为福建秦府 李兆基姓福建提督全省水师 兼合彭台水师官兵佐都督 余德赠五品鹿 听金玉调涌 一日风赠完畢之后 各自到任了 就是这样 海賊外邦没有谁敢进犯的 一路太平无事 各人各自生子 五家互相联分 眨下眼 光阴似箭 四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 金燕银石道传 林元外夫妇六个人 都已经相计去世了 金玉和丑仪极尽孝道 他们的姨孙都已分配 功名尽皆显达 各人将皇后之位传给长子 就收拾起一间静室 就收拾一间静室 索了老军像 铁嘴仙尸圣像等 三对夫妇就在里面修炼了 又过了三十年 另一天 忽然见到铁嘴来迎截 那时候皇后之位 都已经传给长孙了 儀式等人全部在家里 立即叫齐大家来 松容话别 杀时间 就飞升上天 只见半空中五色长云 隐接而去 乡闻数里 整个月都未散光 满堂子孙都不知多伤心 急忙叫人来 就在老军面前 索了六位的神像 至今庙里头都保存着 各地传为美谈 有能言善辩者 没有哪个不清重夫人的言德 和外诸的淫賤 这个正是好的流芳百世 衰的遗臭万年 正是何人肯就恶恩怨 系定红线莫远天 才子每宗无无配 巧妻尚伴绝负面 好了各位 金石梁园这个故事 讲到这里全部讲完了 这个故事改编至金石园 又叫做金石园传转 原书最文竖名为 淨田主人 书末题为 省齋主人重鹿 究竟这个淨田和省齋是哪个呢 嘿嘿 书上没有记载 清代的时候这本书 曾经多次刊印 教祖有乾隆14年的同姓唐本 和文税唐本 有嘉庆21年的应得唐刊本 咸封罕本 听到这里 大家可知 这本小说 在明清时期是多流行 它是当时小剑的 将会言情小说 这个故事 本人二十多年前 曾经录制过 二十多年之后 又重新录制 目的就希望明珠 能够保存下来 并且多一种 语言艺术的表现形式 多谢各位收听 再见